去到第三節向左網的時間 剛才我們透過看親政府工會本身 他們對於整個工人的態度 或者從這方面都很大程度上 造作了本土資本家本身 可以事無忌膽去擴追他們的資本 甚至是貪得無厭地 去到不同的範疇裏面投資 令他們的經濟甚至是政治社會的力量越大 最大的問題是 很多政黨本身 不單止對這些現象是事略無睹 甚至某程度上在關鍵時間 在議會裏面討論 甚至投票的時候 都是在議會外面反對 但議會內面舉手贊成這個做法 來混淆視聽之餘 甚至是令到香港社會之間的那種支聯矛盾 是因為政策傾斜 資源的傾斜是要來現狀的 很簡單 說一個例子 英航最近 盧芳就頂這個資方不順 就決定了 議決要罷工 嚇到他幾個侮辱 現在最近達成協議 暫時不罷工 那資方還價了一個 就是一個協議的方案 就讓這個奴芳在三個星期之內去開會決定 所以你看到 如果人多 真是一起用一種集體罷工 跨部門的罷工的話 威力很大 這就是工會本身應該盡的責任 第一你要保障奴方的利益 會員的利益要保障 不是會員的利益也要保障 共產黨是一個政黨 工人交易政黨 一定要保障工人交易的利益 現在大陸已經不是了 保障他們大部分的 共產黨的高幹子弟 或者下海幹部根本就是商人 他在國內就無法維持 在香港一樣 很簡單 鄭家旬是全國政協常委 全國政協常委 亦都是民建聯創黨的會員 是民建聯監視委員會的委員 根正苗紅 得到大陸政權的青海 就是這樣 怎麼搞 正若說鄭家旬有沒有捐錢給工聯會 沒有人知道 鄭家旬的家族經營的 新世界運輸集團的工潮 怎麼站位 民建聯監視不到 工聯會 又是沒辦法站位 所以這間廢棄總工會 就沒辦法出來 在背後插其他工會一刀 就是說不義之戰 我們也不會參加 也譴責這件事 我真的沒聽過這麼醜陋的事 其實他們應該搞這個商會 所以其實整個問題 你看看 民建聯作為政黨 一定不能說 民主黨 提倡和諧談判 說什麼 又怕失票 所以他們不會對弱勢的社群 施以公義務司的援助 站在中間不出聲 其實你對於一個弱者被人打 一個女人 她丈夫不讓家用她 要她出去做事還打她 你站在中間說 其實都很難說 家庭事我不理她 其實你真是縱容丈夫打她 其實長峰這裡 我也想問 剛才分析了香港的工會 特別是跟民稅業有關的工會 基本上是親官方陣營的工會 有一定的影響或角色 然後民主黨又不理 其實很大程度上 都給到社民本身有一個空間 可以擴展他們的成員在工會裡面 但這個問題就是 第一 香港的工會運動很小 其實要加入工會 去提倡工會的民主化 還有令到工會發揮到 它原本應該有的職能 是一個很艱鉅的工作 香港的工會第一 就是會員的人數很少 即是佔整體的 利用交易人數相當低 在全球範圍裡面也算低 第二就是 那個參與基本上 是引人入會 如果是工聯會 就引人入會 工聯會的很多會員是什麼呢 就是說現在 你去參加什麼班 或者參加這個 因為現在很多要拿牌 那些技師 他就會由工聯會 去主辦一些課程 慢慢他就壟斷了 如果你不參加 他的課程都拿不到牌 因為現在我們做這個 即是 這個職業的一個 上面經常要考核 即是做一個認證 要拿牌 這個資歷評審 他壟斷了這些 職訓局 又撥了錢 給他辦職業再培訓的班 他靠這樣去 在工人裡面接觸到他們 很多就是 你要先參加工聯會 才讓你讀那個班 即是說那些班 是工聯會已經壟斷了 不至於壟斷 都是很多 另一部分就是 透過興趣班 旅行 這些 賣給一些特委的會員 職領了會員 這些會員 其實我實在說 他與其說他參加工會 不是參加聯議會 是嗎 即是工會本身一個 其中最基本的職能 就是代表勞方去爭取他們 作為職工的尊嚴 以及作為職工的 應該得到的報酬和待遇 以至到他們的工作環境 應該不停地改善 在這個問題上 工聯會基本上是交白卷的 工聯會基本上是交白卷的 但是工聯會這樣做的時候 即是說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 基本上 意外的就是由工盟去組織 工盟 他都發揮不到一個職能 就是 怎樣能夠令更多人加入工會 因為問題就是 這個變成壞巡民 加入工會做不到事 做不到事就更加不加入工會 對 惡性循環 這是一個問題 所以 社會民主連線 當然我覺得 作為一個社會民主主席組織 揭諸於為基層打拚 為勞工打拚 一定要全力支持這些 罷工運動 亦都要有機會鼓吹 工會應該是民主化和更加開放 而不是幾個 那個 阿頭的為威威威威的產物 那個私器 也不是政黨拿來操弄工運的私器 這裏其實 詳細提到一件事 就是說 現在我們所謂工運 為何越來越少人參與 或者甚至出現了惡性循環 就是說 工運越來越不發達 更加少工人參與 工人參與的話 令到整個工會本身的影響力 或者去到出事的時候 號召工人去支持 那個能力越來低 剛剛在做這個節目之前 其實跟製作人都經過一個現象 其實這一節 去到最後或者下一節 我們可以講一講 就是說 最近網上 也有很多的一些網民 都很熱心時事 當然這個是一個很正面 和一個挺好的現象 但是很多時候 看到這些網民本身 去到接觸這些社會議題的時候 他們有一套 或者是一個挺有趣的一個反應 就是會說 譬如 現在巴士司機辦公 然後可能有些網民 在網絡上面 會看到 那些司機其實不支持 於是在網上就罵那些司機 就是說 你作為司機 你為何不支持你們的行業 或者你們的工會去把工 然後就罵那些司機 沒有義氣 罵那些司機懦弱等等 那當然你作為網民 你坐在一個 可能冷氣房 坐在房間裏面 坐在床裏面 你用你的鍵盤 你寫什麼都可以 你說什麼都可以 沒有人可以阻止你 但是問題一件事就是說 你這些這樣的意見 或者這些看法 或者其實下一節我會講到就是說 會不會在工會裏面 如果加一些年輕人 或者一些激進的人士 可能會令到公運可以復興 是否一件這樣的一回事 是否要講到這樣的一個狀況 那一會兒我們繼續討論 一會兒見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